裝神弄美,有我你就美 今天搶救的大賴冰是誰呢? 是我的好朋友Julia 她有什麼願望清單呢? 她有什麼困擾呢? 你知道嗎? 首女有時候就是有很多困擾 什麼困擾呢? 我們看一下囉 剛看到了齁,你知道嗎? 有時候呢,如果啊 在拍偶像劇的時候 男女主角呢,差距太大的時候呢 就會有這種情況,就是這樣子 不是男主角呢,要外八 就是女主角要外八 你知道嗎?今天 禮貌禮貌 今天我們兩個就差距很大 我們差距最少的地方就是 年紀 謝謝老師 你還是比我年輕啦 好啦,我們要搶救她 Julia有什麼願望清單? 然後就是 看鏡頭更害羞 我說她覺得她 她覺得打本體的困擾 就是每次 對,不勻 然後覺得會有瑕疵 對,然後臉上的黑斑蓋不住 然後剛剛講 我們剛剛聊天說 哎呀,現在戴口罩 她剛來壓痕很多 然後就說 是不是膠原蛋白都流失了? 應該是 所以壓住就彈不回來 好慘喔 我是沒有這種問題 我不太知道 對,老師皮膚超好的 半桃花 半桃花 然後呢 所以我們今天給Julia的清單 就是讓她怎麼樣可以 重新變一個更有自信 然後更時尚 然後更年輕的樣子 好嗎? 年輕很重要 現在呢我們就來看一下 怎麼樣改造她 Let's go 改造啦 期待嗎? 非常期待 好,我們請你的那個拯救大師 你的髮型的拯救大師 Oli Oli,來 她的頭髮 髮量也好多 髮量多啊 欸,髮量多好啊 很厚 欸,髮量多有好處也有壞處 掉頭髮的地方 特別明顯 對 比如像你的額頭 對 老師,你一眼就看出來了 是不是 是 顏色部分你覺得要改一下嗎 我覺得好像顏色應該 因為她現在這個顏色 要黑不黑對不對 對 然後呢 要黃不黃 然後摻雜了一些智慧毛 你知道嗎 你知道 這種智慧呢 有時候呢 不該出來的時候 你這樣感覺並不是智慧 就是看頭髮會看起來太多的 我就讓她亮一點點 你看如果這個這樣有點像這樣翹起來 對 對不對 會比較 剛有一點點因為這樣子圍翹起來 然後這裡圍翹起來 我覺得藍黑色不錯對不對 對 對啊 好,那搞定了 好 下手 所以你的頭髮我們應該 改變一下那個 Julia的線條對不對 對 因為她都是屬於比較瘦長的線條 我們讓她看起來 就是她希望她臉看起來 Juicy一點 然後呢 膨彈一點點 所以我們可以用頭髮的線條呢 可以用流線型的線條 譬如說破斷你原來這麼長的 都是直的線條 對 然後你的線條看起來 臉會圓潤一點點 是 她的頭髮現在太平了 她的頭髮沒有什麼層次感跟空間感 所以她會變成頭髮很容易是這一塊是扁 然後就收在臉上面 所以會看起來反而更凹 更凹 她還是比較一點鬆度 跟肉亂的線條會比較好一點點 所以我們現在改掉 改掉你頭髮的線條跟層次 讓你看起來比較膨顏 然後臉看起來就會juicy 對 再加上我們的妝 完全就回到了spa shape 好 好,來,開始 所以我們剛剛畫的眼影呢 其實是用紫咖啡 因為紫咖啡呢 可以讓一個人的氣質呢 變得有一點點高傲 可是又可以有時尚感 然後這裡有微微的珠光 所以上上去之後 你覺得她非常的 顏色很可口 很像那種淺可可的顏色 然後為什麼要幫你選擇有珠光的顏色 就是因為其實就是 新手女在 因為就是常看手機 要看公文啊 所以眼睛會比較會 看起來比較累 最後一點珠光的時候呢 看起來比較那個 她的瑕疵比較不會浮現出來 然後眉毛呢 然後我們幫你調整的抑制眉之後呢 記得我們乾掉的眉毛刷呢 把眉素感先刷出來之後 我們再做調整 就把整個眉毛好像 像梳頭髮一樣 把它梳過一遍 對 這樣可以讓你的毛髮變得比較黑 然後順便有一個保護層之後 看起來眉毛比較粗 感覺眉毛比較濃密 這樣是不是可以比較持久啊 對 然後我們可以刷完之後呢 我們再來再畫的原因是 因為說完之後 我們可以針對我們的缺點 來畫就可以了 這樣會就比較自然 就是我們讓眉毛平一點之後呢 讓這複細工呢 不要有壓迫感 所以整個這個地方就開始膨脹 臉就會變比較Q彈 然後眼線的部分呢 我會用眼線膠 然後而且我會選咖啡的顏色 因為咖啡色會讓你看起來 比較親和力 其實咖啡色眼睛會讓看起來 柔和跟放大 因為越黑的話就會把它框住 看起來就已經更小 我們畫到睫毛的根部 眼影的部分呢 我們很簡單用紫咖啡呢 把整個都畫滿之後呢 我們只加上一個平拉上揚的眼線 因為呢 眼睛的眼妝越簡單 看起來就越年輕 我們重點是放在眉毛跟睫毛上面 那睫毛一定要夾出一個非常翹 非常自然的睫毛 讓眼睛看起來很有神 好 我們夾完睫毛之後呢 我們先不要急著刷睫毛膏 現在呢 我要反過來操作 因為呢 當你的睫毛是很細軟的時候呢 你刷睫毛膏的時候很容易就塌下來 所以我會先夾完之後呢 黏假睫毛 把真睫毛跟假睫毛呢 合二為一 這時候呢 睫毛就不會塌下來 可以維持一整天 我今天幫 Julia選的睫毛呢 是根根分明之外呢 前後都有加上重點 為什麼前後都有重點 原因是因為 他眼睛看起來變長一點 然後變大一點點 所以他重點是讓前後都變濃密一點點 改造大成功 這是很期待 我們的Judy變成什麼樣子呢 我們來歡迎Judy市場 Woo 我是Julia 嘿 Julia 是不是很不一樣呢 來看一下 現在是歐美最時尚的穿法呢 就是造山式的長洋裝 可是呢 一定要能夠掀開喔 沒有掀開呢 包得緊緊的就不時尚了 來 掀開掀開 好那我們現在請出我們的髮型師Oli 來解說一下這次的髮型的重點 歡迎Oli 嘿 嘿嘿嘿 那像他的頭髮上其實是有自然捲的 那一般大家對於自然捲可能會有點害怕 但其實自然捲是很好被利用的頭髮 那他其實不管是上一年多樣的捲度 或者是自己在缺頭髮的時候 稍微把它撐起來 用烘乾的方式去做 其實他都是很好呈現你這樣的捲髮的氛圍 那他維持性也會比一般頭髮來的好 那其實像他的部分其實只要把瀏海的鬆度撐出來 然後兩頰一樣把兩側的頭髮撐起來 他就會把頭型的比例拉得更圓潤更好看 大家知道了嗎 所以呢 自然捲不要放棄自己喔 就像這位model Julia 他覺得他太高很討厭要把它砍掉 像我就覺得高很好啊 他說肩膀太寬寬很好啊 所以他沒有model的身材 可是呢他又覺得好像太壯了 記得如果你有這樣的困擾 一定要把你的缺點當作優點 當作自信 你就會變得更美 好了 我們訪問一下女主角 到底她的心態怎麼樣 我覺得仍要打破自己的慣性 是知道就好 所以謝謝老師 兩位老師今天的改造 所以妳今天對妳的髮型呢 很開心 髮型喜歡嗎 因為就是讓我變得更年輕 那妳覺得這個髮型妳會好掌控嗎 我覺得也是好整理 好整理喔 因為一個好的髮型 最好看的如果自己不會整理的 都是NG的 好啦 我們就外拍囉 GO 來 Julia 第二套是什麼樣子呢 我跟你說 真的充滿了法國風 Bonjour 好我們歡迎 Julia 嗨 嗨 嗨 怎麼樣 很法國的女人喔 是喔 法國商送來的 來甩下頭髮 好浪漫喔 笑不起來 對啊怎麼樣 老師這些衣服我從來沒嘗試過耶 就是妳沒嘗試過我才這樣穿啊 對 因為妳第一次定妝的時候穿過衣服我通通 我通通 打槍 對我自己有麥不用分享我 所以妳覺得 很喜歡 從此之後對妳自己穿衣服的觀念會有沒有重新改變過 對沒錯 以前覺得這種軟質的衣服絕對不可能在我身上 因為覺得會顯胖 妳知道為什麼這件衣服我覺得適合妳嗎 第一 它有個深V的造型 所以妳覺得妳肩膀寬對不對 所以呢 它深V之後 切割完之後會讓妳肩膀變窄 然後她的袖子是寬寬 慵懶的 慵懶的短袖 所以妳的手臂呢看起來就變細 第二 打細則的寬 老椰褲呢 會讓妳覺得呢 妳的身材就會往旁邊 橫一點點 看起來就會嬌小 哇好開心喔 真的完全就是我必須要被改造的缺點 穿上去就會變優點 是不是 妳看 而且加上這個浪漫的短髮 真的是 法國女人最喜歡這種 就是中長髮 然後卷髮 然後好像自己上 這早上 上過卷子放下來 就撥一撥的感覺 真的 好啦 輕輕鬆鬆 是不是真的很開心 這樣上面應該 考機會比較高吧 對 她現在唯一的長輩呢 就是這個 玉琢 嗨 好啦 沒關係有時候駕馭呢 其實法國人也是很喜歡玉琢的 其實只要有自信呢 都是美的 我們現在去外拍咯 Let's go 搶救美麗大作戰 終於告一段落了 今天的搶救 Julia呢 大織女的穿搭跟化妝跟髮型 妳是不是真的滿意 非常滿意 謝謝老師 所以呢之後 知道怎麼穿了嗎 知道知道 真的不要用自己的想法去穿衣服 而且 要相信專業 是的 要把優點當缺點 把缺點再藏起來 然後把優點再放大 妳就可以變成是女神 變成無敵 可以穿得很時尚 懂了嗎 謝謝老師懂囉 對 所以呢 時尚就是要勇敢的去嘗試 好啦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